海巡人員蹲在婦人面前 宣讀罪行 一聽到要被逮捕 婦人無法接受 崩潰大哭 眼看要被帶上車 坐在地上的婦人 大喊要海巡員 當作沒看到她 還雙腳跺地 想耍賴 講了老半天 原來婦人大失控 全因為她從99年被通緝開始 已經躲了8年 只差9個月就過追溯期 這個截骨眼落網 怎麼也不甘心 你怎麼又在這邊截骨眼 不是 這個截骨眼 這個跟我們截骨眼沒什麼關係 59歲的李欣婦人 8年前因為偽造文書被通緝 婦人躲了這麼久 因為聽說外散頂舟快沉島消失 想趁週末假日搭船欣賞海上風光 卻在核對身分時 被安檢系統發現是通緝犯 當場被海巡人員逮捕 逃不過服刑命運 記者後果灣嘉義報導